欢迎来到这一节的国际现场 我是孙艺珍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 拜登总统的次子杭特 涉嫌从2016年到2019年间 累积逃漏联邦税至少140万美金 遭到特别检察官起诉 法院5号在洛杉矶就展开了 陪审团的筛选程序 但他却意外地决定承认 与逃税有关的9项罪名 避免了接下来几周可能出现的 尴尬出庭受审的场面 我们一起来看 那么检方指控杭特逃税约140万美金 大约是台币4483万元 杭特把这些钱拿去用来买毒品豪车 以及住在高级酒店 甚至花钱找脱衣舞者或者性工作者 检察官因此对杭特提出了9项指控 杭特在声明中表示 认罪是为了让家人不必旁听他的停讯过程 因为那必须提及他在吸毒期间的混乱生活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杭特拜登就有逃漏税的9项指控罪名是认罪了 将面临最高17年的有期徒刑和45万美金的罚款 报导就指出 杭特涉钱从2016年到2019年间累计逃税 至少140万元遭到特别检察官来起诉 今年6月杭特还爆出非法持枪 三项重罪起诉 遭到定罪 原先杭特否认所有起诉的罪名 但他在5号却突然改口来认罪 他的律师就表示 杭特是希望放弃审判直接认罪 事实上是为了要避免让他的家人来出庭作证 杭特的律师就表示 这是杭特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表现 是一件充满勇气和充满爱的事情 他才藉由认罪来阻止发生作秀审判 那杭特在声明中就表示说 遭到指控的案件都是他在毒瘾期间的行为 他不希望让他的家人再次卷入之前的那种苦痛当中 那么近日因为涉嫌贪污 登上国际新闻的还有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柯文哲因为在台北市长的任内的金华城弊案 是遭到了深压震撼各界 也让台湾的民主制度跟政局再次登上国际版面 港媒中评社就分析指出 柯文哲在八月之前 还是总统赖清德的主要竞选对手之一 如今却是被上铐关押进了看守所 前后变化之大也因此可以预见 台湾政局接下来将会有的一个混乱 那么中评社也指出观察重点 也应该要放在在野党阵营的力量 是否会因为柯文哲事件而分散 尤其在立法院 其实民众党有关键的巴西立委 接下来这巴西立委 是否会杯葛执政党的预算跟法案 还是会跟让执政党的找到缝隙 可以来拉拢 都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好那么来看到 现在杭特拜登对九项指控认罪 那柯文哲也被羁押禁见 同一时间南韩也发生大事了 南韩也正在追查最大在野党的贪腐案 共同民主党主席李在明 以及他的夫人李慧金 因为涉嫌挪用了公务信用卡 遭到检方的传唤 当时李在明在2018年到2019年 担任知事的时候 夫妻两人涉嫌指示 随行秘书挪用公务信用卡 公务信用卡来进行私人的消费 买了跟公务无关的三明治水果 等等的私人物品 而在五号下午也和律师前往地检署 全程仅仅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金慧金他就表示 他拒绝发表任何的声明 因为他认为这是早有预定结论的一个调查 好 焦点回到美国 美国乔治亚州9月5号 发生一起四死九伤的重大高中校园 高中校园的枪击案件震惊了全美 没想到两天之后呢 马里兰州一所高中 在开学返校的第一天也发生了枪击案 一名16岁高中生在学校的厕所 开枪击毙了同班同学 警方获报后立刻封锁校园 我们一起来看 好 那么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 这起枪击案其实发生的原因是被害人在开学的第一天上午 与枪手嫌犯发生打斗 没想到嫌犯随后竟然在厕所朝被害人开枪 导致被害人身亡 警方在接获报案后立刻封锁了校园 嫌犯也已经被捕 目前正厘清双方争执的原因 不过由于这是三天内第二起重大校园枪击案 立刻引发各大媒体的关注 好 那么美国乔治亚州一所高中在当地时间9月5号呢 是发生重大校园枪击案导致49伤犯案的嫌犯 是一名14岁该少的学生叫做格雷 这位青少年嫌犯今天与父亲一起去出庭 不只是这名青少年 他的父亲也被指控是过失杀人 恶极谋杀罪 虐待儿童共四项罪名 最高可判刑180年 我们一起来听 好 那么这一名是四岁的嫌犯格雷 有着一头醒目的金法 他跟54岁的父亲在台湾时间7号现身法庭 CNN报导就表示 格雷使用的枪支是父亲给他的礼物 父亲在法庭上则表示 儿子是因为遭受父母离异的打击 在学校被霸凌 他希望培养儿子户外活动的习惯 才跟儿子是一起从事打练的活动 不清楚儿子为什么会用枪杀人 但是因为格雷还是未成年 他的父亲以四项过失杀人 两项二级谋杀与八项虐童罪被捕 好 那么看到美国的波音公司的 太空船星际飞机 Starliner 台湾时间今天7号 离开了国际太空站 但是因为这艘太空船问题 重重无法解决 美国航太总署NASA认为风险太大 因此这一趟返回地球之旅 不会再回太空人 而两名太空人必须等到明年的二月之后 才能够返家 我们一起来看 好 那么波音公司的星际飞机 是在六月前往国际太空站 但是途中是发生了推进器故障 还有氦气泄漏两大乌龙 NASA指出 指出说 让这两位太空人等待到明年二月 改搭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也就是SpaceX的太空船返回地球 确保两名滞留的太空站 太空人的安全 以上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你会不会像它在阳问题 你会像这些人 我认为你有机会 感谢观看